中央大选完成登记 2024确定撒哈都蓝白破局之后 TBS最新民调也出炉 赖销配维持34%领先 但侯康配大幅上升到31% 相较于还没有宣布副手前的民调 激增5个百分点 由第三升为第二 影响最大的则是柯颖配 在蓝白分手之后 民调只剩23% 下滑了6个百分点 趋居第三 进一步交叉分析 可以发现20到29岁年轻选民柯颖配 支持比例仍然超过五成 赖销配则略为增加到28% 侯康配减到8% 但轻壮选民中 柯颖配相较于10月调查 少了一成左右 侯康配则是在30到39岁 50到59岁知识度均上升一成 地区方面 侯康配在北北基桃竹苗 知识度上升转为领先 这份民调是在登记之后的 24号晚间开始 连续三天以示化搭配手机 进行民调 在95%的信心水准之下 却要误差为正负2.3%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